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件是在新云重画区相对抢手的物件 采光明亮,格局方正 这处位于重画区的两房物件 实际使用频数高CP值,是不少购屋族看房首选 今年受股灾和升息影响,难免影响交易量 不过业界资历两年的房仲黄先生 下半年平均每个月都至少有两件案子成交 显见刚性需求依旧有称 购屋的客群上还是不减繁身 因为在针对这间房子 在当时在待看的时候就至少带了三十几组了 其实如果你有不错的物件释出 那条件也不差的 它其实成交的价格还是会跟去年持平 或者是在微微的往上 今年多重利空包围 让房市反转讯号接二连三 信义房屋调查发现 由于台股今年以来 重挫五千多点 导致购屋族大失血 其中以新竹人 有百分之三十一 自备款亏损受伤最重 为满三十岁 以及三十到三十四岁族群 因为资产减损 想购屋也只能先灌旺 股市其实大幅的修正 他们可能会对于未来的景气 可能未来半年景气看法 会显得比较悲观 那既然对于未来景气 比较悲观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们在与购屋的这个决策 或者是在价格态度上 也会比较保守 升息和股市重挫 影响范围逐渐扩大 有不动产网路平台统计 近期网路降价物件 从七月的六百零八件 暴增到九月的一万件 全台平均降幅来到百分之五点六 其中以台中市的两千六百三十九件最多 其次为桃源的一千七百九十三件 高雄一千四百六十一件排第三 业者分析 虽然房价并未明显下跌 但恐怕是反转前兆 下半年房市激情退去 戴德良行总经理严炳丽预言 今年全年买卖移转动数将跌破三十二万 创三年新低 但也有专家认为 营建成本上升 外加刚性自住和换屋需求 都有助房价称在高档 因此还不能断定房市已进入空头 今年一到九月大概预售的销售率 的确差了最起码三成 比去年来讲 那城屋就比去年来讲的话 一到九月是小缩了大概3.11个percent 城屋除了涨湖比较大区以外 其他有些跟进的速度还没有预售那么快 所以它的影响层面会小于预售市场 为什么房价没跌下来就是其实卖方还是可以撑 所以我们预计到今年底前 房价反转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微乎其微至少要最快要等到明年第二季之后 才会看到房价修正的一个可能性 新展银行同样预估 央行接下来还会再升息两次 让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房价在明年第二季就会明显下修 专家建议想等房价回落的购屋主 不妨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们预估下一波台湾房市 如果真的有受影响的话 可能是会出现一个急跌的一个状况 那修正期很可能跟金融海啸一样 大约只有半年左右 所以如果民众真的想要把握房价修正的时候再买 下一次房价修正的时候进场 必须要非常的果断 否则很快的就会错过了这个低谷期 最近这一季可能会以盘待跌 所以它的变化性会不大 那大家建商也在观望 所以消费者也在观望 所以基本上只是交易量会紧绷 我觉得房市会在 第四季会在选后会比较迷糊 假如选后的交易量没有回温 那这个房价就有可能松动 今年房市买气收敛 多空交战 且看房价何时有感降温 TVBS新闻中影轮带原力台北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